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阿福在YouTube上 刚刚要发机的时候 我就有在follow他的歌曲 那今天可以见到阿福本人 真的非常开心 祝大可以很活泼的跟阿福这样互动 我怕会问得非常的久 希望非常发生任务的状况 反正希望这期间的节目 预渡都会玩得很快 也有带阿福的专期来 希望等一下可以给他牵到我面 阿宅们醒醒吧 阿宅们站起来 我们要准备进攻咯 阿宅反抗军电台 欢迎各位收听 民国一百年七月三号 星期日的阿宅反抗军电台 这里是A792.1非电电台 我是朱学恒 今天的来宾是邓福如 我就是阿福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福 阿福 为什么看起来很羞怯的样子 天生这个样子 比较内向 比较内向 我们要去哪里 他就说 对不起 我没有合作 我不能到那边去 因为有些地方他去 那边还可以额外拿起 我就不要去那个 前一阵子好像本来要请你来的时候 好像听说你因为跑通道太累 所以就病倒了 对阿 不算病倒啦 那是 这只是吃坏东西 感觉有点窝囊 真的 呃 等一下我去吃几口便当 肚子很饿 你知道 晚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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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吃很多东西 真的 我吃了很多东西 太羡慕了 等一下让我吃几口 都是要吃这么多东西 其实当时 切到公司 当时切到公司 然后 呃 他们一直在想说 嗯 你有跟小燕姐讲过你很会唱顶呱呱的Jingle 没有 没有 真的太好了 小燕姐也不知道顶呱呱的Jingle 顶呱呱的Jingle 到底是怎么唱的 可是这有一句 幸福好滋味就在顶呱呱 哇 真感人 对阿 那时候进到公司 然后他们觉得 希望保留我最原始唱歌的方式 所以 并没有 就是 让我去学唱歌 嗯 OK 所以就一路到现在就出道 多小长日的假面 玩上童话的玻璃鞋 南瓜马车的午夜 安然世界的不了解 让我享受这感觉 让我享受这感觉 我是孤傲的香味 让我品尝这滋味 飞来世界的不了解 昨天太近 昨天太近 明天太远 明天太远 默默聆听那黑夜 晚风文静 和花叶 让我醉倒在尺边 等你清楚感觉我的美 我爱 夜光 晒一干眼泪 后 哪一个人 爱我 将我的手 没有 走 包进我 抱紧我 吻我 吻我 别走 抱紧我 吻我 我爱 I Oh I 等了一下掌聲 沒問題這樣代表你已經漸漸習慣了演藝圈的生活 其實這一次在河岸留言的表演讓我 很難克服自己的緊張 因為是上台前 就是在前面的那個累積票數的那個期間 還是正上台那一瞬間 就像因為可能我之前如果要花錢看一個人 代表我真的非常喜歡他 你會仔細的注意你的聽眾嗎 跟他們做眼光視線的交流 不小心跟一個人對眼的時候我就會立刻挑開 發現一個對眼的時候我就會立刻閉眼睛 是喔 我本來就習慣閉著眼睛唱歌 因為其實很容易受到干擾 所以這可能還是以前養成的一個習慣 喜歡閉眼睛唱歌 我超討厭王若嶺的 我身體罪恨在一個產業卻一直在那邊背屁說 我其實不想要 我不想要做喔 超討厭做法 逼我的 就 欸欸欸欸欸 哪有在線上啊是不是 阿福那個專輯的那個封面 就是有帶耳接招 其實那是你自己的 如何風格 還是說公司有特別安排 這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這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但是現在放在這上面的是這個公司 OK 你媽會自己做很輕 我媽不是啦 我媽就是那時候我生日 然後那時候在錄音的過程 她想要鼓勵我 所以她就買了一支我很喜歡的 在未來的下一張作品啊 是你最想要跟哪一個藝人合作 嗯 蛤 那你隨便講啊 你可以講說雞排攤啊 或是什麼東西 喔喔 因為其實啊就是我 我之前很欣賞蘇達綠的音樂 所以有可能會請她幫我們補曲 喔喔喔喔喔 所以會跟她合唱嗎 不一定就是看 看狀況就對了 喔好非常好 那這個我個人 但是沒有關係 其實剛顯然在這個資訊傳遞過程中 稍稍出現一些誤差喔 現在是說我已經不知道 可以先隨便回答一個 哪怕我們就看這個時間 來趕快 看白眼上面寫什麼 好啊 因為你一質疑我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說 壓力相當害怕 我剛剛有沒有趕快先生 他就很緊張看著我說 想說你會不會打不出來 對啊 我也想過 這樣壓力很大 可是因為你一打不出來 我就不能接 那接下來 什麼時候準備結婚了 會不會有考慮她外文專輯 喜歡的外文歌手 嗯 有可能 然後如果我喜歡的西洋歌手的話 像我最近非常喜歡Drammade 對 這個人是 約翰梅爾 現在你翻整中文我就 我就很知道了嗎 Youtube上面看到的 你的唱歌方式 跟這次專輯的 出來的唱歌方式 好像有點不一樣 那個Youtube放上去之後 就已經決定要製作這整張專輯 那種風格這個 對對對就是 大概曲風啊 然後走向 我們心裡都已經 應該是說我們那個時期 做出來的音樂類型 就是那樣的溫度 所以其實並沒有想說 要去做什麼樣的改變 去做我們唱歌的方式 踏進演藝圈 或者踏進表演這個圈子之後 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樣的改變 以前是隨興趣而做 但是現在這些東西 會多了一份責任感 會想要花更多心思去完成它 然後也會變成生活上最大的重心 其實阿福是一個還算 蠻純真 而且自然的一個歌手 那我想 各位如果在現在這個 經過過度修飾的年代 很希望聽到一些比較自然的聲音的話 阿福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謝謝各位今天的收聽 希望各位下個星期天 晚上九點到十點再繼續收聽 非電電台的阿宅反抗軍電台的節目 我是朱學恆 掰掰 掰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上 阿宅反抗軍朱大哥的節目 那我終於發行了我的手上專輯 原來如此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掰掰 那感覺好像是剛發片時候講的 很奇妙對不對 我以為是兩個月之前講的 我終於剛發行了 但沒關係我想我們不要再逼你了 真的壓力很大 好 很好 我們今天既沒有說張話也沒有罵人 真的太祥和的一集了 真的 很難這樣對不對 很難這樣 真的 我們以前還有來賓罵 罵來賓罵到 後來就有看過 他有看 那一集超讚的 他有看 所以他這麼緊張 他不知道會怎麼罵 我覺得今天能夠看到他 我覺得真的非常開心 原本以為說怕問問題會忘記 怕會忘記什麼 結果沒想到還是成功克服了 我們經過這次反抗 我發覺他真的是好有才華 那我很希望 那我很希望他說 未來都還能繼續的創作下去 造福更多歌迷 今天很高興那個 開始參加那個錄影 然後錄影很順利 那很感謝那個阿福可以回答我 在對他提出的問題 喔耶 可以看到阿福 真的是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很親切很耐思的人 而且阿福的歌聲 有讓人戀愛的衝動 I am falling in love I love you 阿福 I love you 阿福 好 affected 你在這裡 踏足 我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